行政院圆明会7月份公告将鱼池乡全乡纳入少祖传统领域 县议员宪明某表示 这影响到鱼池乡民权益 因为包括全乡的行政区域及私人土地都被纳入 他希望县府要表明立场 县议员肖志全表示 公告下来所有原住民保留地的乘租户 都要依照都市计划法或区域计划法的规定 陈淑惠议员也希望不要因此造成族群的对立 这样造成所有原住民保留地的乘租户 都要依照都市计划或区域计划法的规定 所以管长这个工作 我们一定要应急 管政府这好 一定要随时掌控 保障我们在人民的观点 管议会所有的计划一定要支持这案 不要再次的造成族群的对立 议长何胜峰则请县府强烈要求原民会 重新检讨少族传统领域及修改原民法 请管政府公立要求原民会重新讨论到少族 传统领域及修改原住民主基本法第21条 在立的讨论进行 我希望这条 反正我没跟他们讨论好时 我希望管政府不要配合到 他们这个法律 议长何胜峰也要求县府 在未检讨修法前不宜配合执行 以确保乡民权益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